上期節目提到 高度育成高中的第二學期即將結束 二年級生本將要面對協力型綜合比試 這個比試是相當單純的學歷競賽 除了學歷落後方比較有優勢外 輸掉的那一方也不會出現退學者 相較於特別考試 學生會就相對不平靜了 前任學生會長南宇雅 本來想用選舉跟路哥一較高下 結果卻因為反駁離開了學生會 這讓南宇只能將會長的位置傳給林茵 並放棄選舉比賽 對於這個新上任的會長 南宇只有一個要求 找到兩名成員填補學生會的空缺 林茵也算勤快 不到三天的功夫 就找到了跟自己同班的結田 以及在搭檔比試上 有合作過的一年低班齊來一億 儘管林茵這邊還算順利 但另一邊就不同了 鬼龍院逮到了想把他栽贓成竊賊的山中 怪的是山中卻說這是南宇雅下的命令 氣沖沖的鬼龍院闖入了正在談比賽的學生會室內 在鬼龍院的逼問下 南宇不承認也不否認 這造成鬼龍院只能暫時放棄 目前的狀況是 就算在問一試三中 大概也得不到其他人的名字 想要定南宇的罪 也沒有實質上的證據 就在鬼龍院還在苦惱時 他忽然發現可以拜託路哥幫自己探個虛實 基於不想被鬼龍院糾纏 路哥只能姑且答應了這個請求 周六,路哥按照約定在購物中心和神奇機也碰面 各位還記得嗎? 這兩位在旅行前就已經私底下找路哥聊過 就某種意義上來說 應該能算是反駁般的背叛者或是改革者 令路哥意外的是 在場不只有這兩人 還有在教育旅行跟路哥同組的渡邊和往昌 渡邊和往昌會在這裡 對神奇來說也是一場意外 他們只是出來買東西 然後偶然聽到神奇要和路哥見面 這才會親和力MAX的貼了過來 神奇會讓他們跟 也只是因為從他們口中聽到 路哥對他們很好 我對他們很好 那是我要說的台詞 可惜路哥沒有把這句話說出口 接下來的對話 由於不方便說給全世界聽 一行人便移動到KTV包廂 就做完畢後 神奇立刻要求新加入的兩人 絕對不能洩露在這邊聽到的事 儘管兩人已經口頭答應 但神奇還是覺得不行 甚至不惜提議要簽合約 還要用手機錄影 被這麼不信任 往常出現了些微的厭惡感 好在吉野的表情跟神奇一樣堅定 這才讓兩人同意錄影 看到這兩人拿出決心 神奇也不是真的做得這麼絕 於是在得到保證後 就這麼切入到第一個正題 神奇想問路哥 凡波離開學生會的傳聞是否屬實 你為什麼覺得我會知道 因為在風聲中也有出現你的名字啊 反正馬上就會公開 路哥證實了這個傳言 或許是怕他們產生誤會吧 路哥加碼說 凡波之所以還沒有說出去 只是因為被男人下了風口令 得到了陸哥的證實 這四人中有三人出現截然不同的想法 雞也覺得 完了 凡波不想升上A班了 多邊漢往常覺得 凡波是想專注在班級上 所以才會遲掉學生會減輕負擔 而神奇則是決定 要等待凡波給出個說法 我想說的是 你們過於盲目的相信他了 為什麼沒有任何人想過 他可能是因為已經放棄升上A班 所以才會離開學生會呢 老樣子 神奇是專注在 懷疑 而非否定或反對 被這樣質問 這兩人還是跟信徒一樣 他們都覺得 凡波不是這種人 我的確是強烈支持那種可能性 不過就算那樣 頂多也是7比3的比例 雞也對凡波的懷疑度更高 5成 他只是辭掉學生會而已耶 我覺得講成那樣太過分了 小凡波很可憐耶 但他辭掉學生會這個行為 肯定會減少給班級帶來的福利 根本不是學生會成員的我們 有資格抱怨這嗎 被政論撥到 神奇也只能問路哥 知不知道凡波辭職的理由 看到他們這麼痛苦 路哥開始引導話題 路哥先說自己不知道凡波辭職的理由 並反問在場的世人 為什麼會問自己這種事 他們應該比自己更清楚凡波的大小事才對啊 或許是架輕就熟了吧 路哥再度站到老師的立場 指導神奇和基也應該要怎麼做 路哥指責神奇 要確認凡波的用意 根本不用管時間地點 也不用管聯絡手段 想要確認去問就對了 對於基也 路哥則是指責基也跟凡波不夠親近 因為如果他跟凡波夠親近的話 那根本不會有這次的問題 看著兩人被當頭棒喝 旁邊的杜鞭忍不住開口袒護 等…等等啦 我可以理解林小露想說的話 但你說的有點太過火了啦 即使氣氛逐漸變得沉重 但路哥還是繼續引導 各位,如果不能用問的 那要怎麼察覺一個人的想法呢? 很簡單,用看的 何況凡波不是路哥 不會整天擺張撲克臉 被這樣提醒,有趣的來了 杜鞭神奇都覺得凡波從頭到尾 都沒有出現任何異狀 女生組就不同了 網昌從無人島結束後 就注意到凡波沒有精神 而且知道沒有精神的原因 跟A班沒什麼關係 的確,聽你這麼一說 他好像真的不太對勁耶 由於網昌看起來知道凡波不對勁的原因 其他人自然開始逼問網昌 到底知道什麼 呃…林小露同學 我到底該怎麼辦才好 網昌只透露了這些 接也就瞬間明白發生了什麼 不得已之下 路哥只能坦白地說 凡波在無人島上跟自己告了白 什麼? 哪裡? 蛤? 三人都出現了類似的反應 這個答案 就連網昌都感到晴天霹靂 因為網昌其實只知道 凡波喜歡路哥 然後凡波知道路哥有女友後 才開始消沉 畢竟他也幾乎是在同時知道惠的事嘛 沒什麼太大的差別 杜鞭認為 如果這件事傳開 凡波般八成的男生都會哭 儘管不能說這是凡波離開學生惠的直接原因 但他們還是判斷應該脫不了關係 這時候 神奇提出一個嶄新的見解 只要路哥跟惠分手 然後和凡波交往 這樣不就什麼問題都沒有了嗎? 靠背的是 這種提議連網昌都贊同 不好意思 我不能從無關的人那邊接受那樣的提議 雖然我向你們分享了這個情報 但現在應該從其他方向切入吧 注意到路哥的用詞了嗎? 不能從無關的人那邊接受 所以有關的人 遺憾的是 其他人都沒有察覺到這點 對於要跟龍原班對戰這件事 他有出現變得比較消極的徵兆嗎? 路哥這麼提議是有根據的 還記得一年級的指揮塔考試嗎? 在那場考試上 凡波班就被盤外戰術搞得很慘 而現在 對於路哥的提問 三人一致都認為沒什麼異狀 只有神奇覺得 凡波有可能是在虛張聲勢而已 為了讓話題進展下去 路哥要三人先別討論 凡波為什麼要辭職 而是要專注在 討論的本意是什麼 以及希望凡波要怎麼做 杜邊漢網昌認為 凡波做什麼選擇其實都沒有關係 要不要以A班為目標 其實也只是個人的自由 而神奇則認為 遲不遲學生會並不重要 如果有壓力 遲掉了更好 重點只在於 凡波還有沒有升上A班的決心 如果凡波是虛張聲勢 隱瞞了自己放棄的事實 到時候 班上就需要第二位熟腦 總覺得那樣有點接近背叛的行為呢? 對大部分的凡波班成員來說 整個班級應當是 堅若磐絲團結一致才對 然而 神奇則認為 現在一定要採取行動才對 說到這時間剛好差不多了 總算可以進入今天的正題 也就是 新夥伴冰口哲也的加入 各位放心 不只你們沒有印象 就連我也沒有什麼印象 簡單來說 冰口是在無人島上 大方歡迎陸哥加入的其中一名學生 別看他長得這麼像陸人 其實才剛升上二年級 他就看穿凡波的精神狀態很危險了 之所以沒有行動 理由則跟姬野完全一致 跟姬野不同的是 在經過了全場一致特別考試後 冰口就已經在暗處主動關心了神奇 這讓神奇相信冰口跟自己有一樣的想法 站在現在神奇的立場 他並沒有要杜鞭和王昌立刻加入自己 他只是希望這兩人能慢慢改變 凡事都交給凡波的想法 或許是被神奇打動了吧 杜鞭答應會試試看 王昌則是說自己 只能做到不跟凡波講這邊發生的事 就在所有人都取得共識 神奇準備要說出拯救班級的計畫時 喔喔!打擾啦! 時奇和小公就這麼闖了進來 你們想的沒錯 他們跟上次一樣 又來打亂別班的讀書計畫 根據神奇所述 從特別考試公佈的那一刻起 榮元班就又開始這麼幹 由於是第二次了 斑波班也只覺得 又來了嗎? 不確定是看到桌上沒有念書的工具 還是因為陸哥在場 這兩人才剛進來 沒講個兩句話 就摸摸鼻子撤退 結束小鬧劇 神奇說出了拯救班級的第一步 那就是 穩定凡波的精神 至於要怎麼穩 又應該要由誰來穩呢? 往昌 沒辦法 雖然他平時有很多機會跟凡波接觸 但就是太輕了 一旦往昌有任何不尋常的舉動 很容易被凡波發現出來 男神主和姬野則根本跟凡波不夠親 經過刪去法 姬野提議 可以把觀察凡波的工作交到陸哥手上 這個提案一出 明明陸哥還沒有表示任何意見 討論卻已經活絡了起來 大致上來說 冰口贊成這個提案 神奇則認為陸哥是別班的人不太好 渡邊認為陸哥有女友 這麼做會有很多問題 往昌認為這麼做是在利用凡波的心意 感受不太好 就決定讓他跟林曉露同學約會了吧 討論沒有進展 姬野只能這麼強行下結論 由於姬野展現了不曾展現過的積極性 這讓往昌質疑姬野是不是對凡波很不滿 為了說服往昌 姬野只好當著大家的面 第一次老實的介紹自己 就像之前看到的那樣 姬野從以前就喜歡獨來獨往 並不喜歡大家手牽手的當好朋友 這樣一個人當然也不擅長說話 所有行動都只是隨波逐流 就算他覺得靠凡波的做法無法升上A班 也不會做出任何表示 然而 現在有了神奇這個真的想要改變班級的存在 他就決定稍微勉強自己 努力看看能不能在A班畢業 姬野的這份真誠 成功地說服了往昌 往昌也不再反對盧哥協助這件事 於是乎 在神奇的正式請託下 本來就在床上 更正 船上的路哥乾脆地答應了這件事 而且路哥還說 會的事情完全不用擔心 討論告一段落 他們決定要享受卡拉OK 趁著休息的空檔 路哥決定去洗手間一趟 眼看有機會跟路哥獨處 杜邊慌慌張張張地追了出去 原來啊 杜邊想請路哥從帆波的口中問出 往昌現在有沒有喜歡的人 杜邊喜歡的女生是往昌啊 喂喂喂 你別在這裡講得這麼露骨啦 雖然路哥在此時感嘆自己 現在開始能理解關於戀愛和感情的事 但是 明明在白方中 路哥不就從雪那邊知道了嗎 怎麼現在還有這種說法 有觀眾可以解釋一下嗎 跟在白方時期的路哥不同 現在的路哥會覺得 杜邊跟往昌的關聯很有意思 根據杜邊的說法 今天就是杜邊把往昌約了出來 林鄉很豐滿 現實很苦感 真的只有兩個人獨處的時候 杜邊卻完全不知道該說什麼 場面尷尬都不行 像神奇搭化的根本原因 也只是想要改變氣氛而已 或許是一直有在關注往昌吧 杜邊斷定 往昌絕不是那種 不會找人商量戀愛煩惱的人 所以反駁一定清楚往昌的狀況 由於路哥對杜邊的積極性有了好感 於是路哥又接下了一份 不屬於自己份內的工作 KTV結束後 眾人解散 考慮到會現在有朋友陪 路哥也不急著回家 於是乎 路哥就這麼打給了反駁 雖然是有點突然的邀約 假如你明天有空 能不能見個面 另外 如果可以 就我們兩人 這個正宗直求殺的反駁 措手不及 即使反駁問路哥有什麼事 路哥也只是這麼回 如果沒什麼事情 你就不願意跟我單獨見面嗎 可可可 可是兩人獨處實在有點 我想見你 但如果你在精神上會很難受 或許還是別碰面比較好吧 這招絕了 欲情故重 逼得反駁只能承認自己也想見路哥 就這樣 兩人決定明天十點在購物中心集合 嗯 各位別忘囉 路哥之所以會選在周六和神奇碰面 就是因為周日本來就跟會有約 打完電話後 路哥一人閒晃到晚上 而就這麼剛好 回家的路上 路哥跟同樣在到處閒晃的基野 再度見了面 路哥在KTV說的那些話 確實影響到了基野 這讓基野主動提議要跟路哥一起走回宿舍 不只如此 行走的路上 基野還主動說出了自己的想法 別看基野願意跟五個人一起討論 說到底 獨行俠走到哪都還是獨行俠 即使在KTV解散後 基野還是不願意繼續陪同班的三人談談 這並不是基野想退出這個團體 他就只是討厭好幾個人一起行動 即使到了現在 基野還是在迷惘 也不知道現在這個做法到底正不正確 林小露同學 如果我們班有所改變 你覺得我們還有可能升上A班嗎? 附帶條件的YES 根據路哥所述 斑波班要升上A班 不可能只靠改革意識 現在要彌補跟A班的差距 斑波班全體成員 都必須背負相對應的痛楚和覺悟 嗯…具體來說是怎樣的內容? 不好意思 我現在無法回答 想也知道 就是捨棄沒有用的學生 林英班已經這麼幹兩次了 而結果也確實升到了B班 聽完路哥的回覆 基野好奇為什麼路哥願意協助自己的班級 因為比起分敵我 想觀察伊之賴的將來 這種心情更加強烈 所以我暫時打算協助傷腦筋的你們 如果不介意是我啦 我想神奇同學一定會很高興的 畢竟我也覺得非常安心嘛 把路哥的話解讀成善意的基野 雙手微微握拳擺出較好的姿勢 如果你能大方展現那種模樣就好了呢 被這麼說 基野不免開始難為情 兩人走啊走的 遠處就看到在長椅上滑手機的會 基野相當四項 在和會簡單置疑後就立刻閃人 接下來由於路哥和會的關係看起來要玩 這邊就請容我跳過兩人的調情內容 調完情 會理所當然的質問 為什麼基野會跟路哥走在一起 反正兩人也沒做什麼 路哥也就全部句實以爆 畢竟我是女友 姑且還是會相信男友的發言啦 想轉換心情的會 把話題帶到隔天的約會上 雖然想回應你的期待 但明天有點事 麻煩改約下禮拜吧 當著女友的面 把本來說好的約會掉開也就算了 這人居然還敢大方承認 原本的那個時段 自己要單獨去見另外一個女人 聽到路哥這麼說 會像個正常人要路哥給個解釋 路哥這個壞人 明明就是要去把妹 卻說自己受到神奇的委託 才會去幫忙探聽 反駁離開學生會的理由 行動的理由有了 那幫忙敵人的理由呢 會同樣要路哥給個解釋 我做這種幫敵人血中送炭的行為 是有理由的 我很清楚你的口風很緊 只是現在我還不打算告訴任何人 我想做的事 路哥這個騙子 明明剛剛才跟姬野說明完理由 跟只會忍耐的女性不同 會花了很大的篇幅 清楚說了自己會很不爽 然而路哥卻 那你要妨礙我嗎 只要趁我跟姬野來見面時床進來就好 那…那樣太… 你不會這麼做 對吧 這麼做也沒好處 既然如此 這個話題到此結束 事情變成這樣 會本來的好心情也全沒了 會故意跑到超市 想讓路哥從後方追上自己 結果呢 路哥什麼動作都沒有 路哥刻意選擇了加深鴻弓的這條不歸路 隔天早上 嘴上說著相信會的路哥 還是不忘留意會到底有沒有在跟蹤自己 或是在思考 如果會突然闖進來應該要怎麼辦 思考這些有的沒有的同時 路哥抵達了約定地 反駁還是老樣子 比路哥還要找到 並且準備好了表面功夫來面對路哥 在這個時間點上 路哥並沒有感受到沉重的氣氛 而是一種新鮮又青澀的緊張感 兩人沒有太多的對話 聊個兩句就陷入沉默 這種沉默跟和會相處時的沉默不同 前者非常不自在 後者則是十分舒適 考量到自己把人約出來 路哥便以教育旅行開啟話題 並順時稱讚反駁的 能跟任何人都能成為朋友的才能相當厲害 你有什麼訣竅嗎? 關於這項才能 別說跟反駁比 路哥連普通人都不如 不過廢話 畢竟沒有人能跟妻子成為朋友 不是嗎? 很快的 兩人來到購物中心 想不到有什麼共通話題的路哥 以反駁平時假日是怎麼過的 再度開啟話題 要過著怎麼樣的日常生活 才能跟任何人都成為朋友 我想摸索看看有沒有提示 或許因為這是反駁的拿手項目吧? 透過短暫的引導 反駁的肢體動作總算不再僵硬 自然而然地說出自己 有序健身房的習慣 於是乎 健身房就成為了這兩個人第一次約會的地點 來到健身房後 兩人分別更衣 先一步抵達內部的路哥 拒絕了男性教練的引導 故意決定讓凡波來帶領自己 當然 這只是在裝死 路哥早就在白方實際使用過眼前的所有器材 不久後 離開更衣室的凡波 開始熱心的為路哥介紹器材 當介紹到一半時 網昌意外登場 相較於大方打招呼的凡波 網昌倒是打從心裡的大吃一驚 看到凡波和路哥這個組合 網昌不忘的用眼神提示路哥 別說多餘的事 不知道是信還是不信 網昌本來想用暗示的方式 讓凡波注意到他們身上都穿得很清涼 最好不要在路哥面前大幅活動身體 遺憾的是計畫失敗 在凡波意識到這點的瞬間 就害羞到躲到了網昌的身後 整個場面變得相當尷尬 由於繼續害羞下去也不是辦法 路哥只能提議盡快揮灑汗水 提議得到認可 兩名女性就上了平時就有在用的跑步機 路哥裝菜故意跟著兩個人一起泡 大概跑了30分鐘吧 剛剛的尷尬感完全消失 趁著凡波喝水的空檔 網昌趕緊問路哥有沒有聽到了什麼 我什麼都還沒問呢 這樣啊 但小凡波看起來非常開心 很不錯呢 自有就是自有 連凡波的青色感大爆發都看得出來 不只有網昌在試探路哥 路哥也決定反試探回去 路哥故意在網昌面前提起關鍵字 聖誕節 這詞一出 網昌就問路哥聖誕節要怎麼辦 結果呢 路哥卻反問網昌 你希望我怎麼辦 身為凡波的朋友 網昌當然希望凡波能露出笑容 但是 要路哥因此跟會分手又有點不太對 所以最好的狀況是 凡波能喜歡上別人 說的也是啊 雖然我也不是認識很多其他的男生 不過像是渡邊就很好相處 感覺跟一致來也很合得來啊 非常遺憾 網昌覺得渡邊配不上反波 原來如此啊 那你又是如何 話題非常自然地轉到網昌身上 網昌不宜有他 說自己早就有了一個單戀五年的對象 聊天聊到這 反波回歸 三人大約又在健身房運動了大約一個小時 健身房的體驗告一段落 路哥和凡波準備繼續其他行程 往昌則是打算多留一會兒 路哥對於這一個半小時的感想是 現在的自己超背 身體能力降低到完全不能跟入學時期的自己比 想說不能繼續廢下去的路哥 開始認真考慮到底要不要定期上健身房 接下來 在路哥的勸說下 兩人正大光明的到咖啡廳約會 入座後 凡波開門見山地問 這次約會的目的 是不是跟自己辭掉學生會儀式有關 要說沒關係也是騙人的啊 很自然的 兩人聊到路哥會想支持誰 而路哥也拐個彎說 自己支持凡波 這聽在凡波的耳裡 很遺憾 只認為是客套話 你在那之前就已經決定要辭掉學生會了吧 該不會是教育旅行那件事影響到了你吧 凡波確實受到了路哥的影響 只不過並不是壞的影響 凡波是因為那些話才總算下定決心 要秉除雜念 將全部的心力都專注在班級上 遲遲一次 凡波也打算在下週好好地跟班上同學說清楚 得到了關鍵情報 路哥索性畫風一轉 將話題帶到網艙身上 你知道網艙喜歡的男生類型嗎? 此話一出 直到剛才還在四處逃竄的眼神 現在緊盯著路哥不放 為什麼要問這種事呢? 呃…只能說突然後期 突然後期? 不管怎麼想這都不是林小鹿同學的作風呢 氣氛突然沉重到連路哥都察覺出來 教育旅行時跟他同住 想說往常也蠻可愛的 嗯!小馬子很可愛這點我也明白喔 然後呢 這跟他喜歡的類型有什麼關係嗎? 你為什麼想知道小馬子喜歡的類型呢? 進展到這 梵波甚至直接點出 路哥和網艙從一開始就有用眼神進行交流過 你發現了啦 我看得出來喔 因為我…一直看著林小鹿同學 一直在想關於你的事 梵波是有推測出 網艙可能找路哥三良過關於自己的事 不過 這還是跟路哥現在這個問題無關 那你覺得我為什麼會這麼問呢? 被路哥提醒 梵波開始展現高超的推理技巧 首先 因為梵波不希望 所以就先刪除了 路哥喜歡網艙這個選項 再來既然不是喜歡 就表示是路哥是在幫別人問 最後 這個別人知道梵波和網艙的關係 而且還跟路哥有交集 推理到這邊 路哥只能老實地肯定梵波的猜測 推理不只這樣 梵波還說 網艙喜歡的對象不在這所學校 而且感覺網艙不會喜歡上其他人 能告訴你的只有這些 不曉得有派上用場嗎? 足夠了 謝謝你 一直來 渡邊同學也變得很依賴林小鹿同學呢 我一個字都沒有提到渡邊喔 啊! 抱歉抱歉 路哥認為最大的白鷹 果然還是自己的交友圈太宅 最後兩人又盡情逛了一陣子 在分開前 路哥反省自己 不該用這麼迂迴的方式進行試探 然而 梵波卻覺得因為路哥繞了遠路 兩人才有了這段美妙的時光 不知道是真心還是假意 梵波先是擔心會的立場 後是詢問路哥 是誰主動向對方告白 是我先開口的 聽到這答案 梵波不但表現得非常從容 對路哥的愛慕之情也是絲毫未減 更誇張的是 梵波說願意 代替路哥向會解釋 你不用放在心上 這是我該負責的事 兩人一路同行 直到來到梵波所住的龍城為止 一回到房間 路哥立刻用簡訊向神奇報告梵波的積極性 儘管目前還不知道這樣是好是壞 但有變化就代表著可能性 另一方面 會沒有主動聯絡路哥 路哥也只打算到了明天再說 緊張緊張 刺激刺激 究竟還有什麼比八點檔更刺激的內容呢? 到底是真劈腿 還是在做實驗 一切的答案都會在下集分校 好了 本期節目就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喜歡這期節目 請務必訂閱 按讚 留言 加分享 以及多看幾次啊